澳门华夏商会红色兵团12月25日晚7时 在珠海南海金融中心3楼举行 澳门华夏商会红色兵团成立 其女神战袍发布仪式 澳门华夏商会会长 女神战袍联合创始人 环琴区域总裁殷燕影表示 华夏全式新时代经济体联合商会 包含各行各业的资源 是个大家庭、大平台、大楼大、大桥梁 由华夏全式新时代经济体联合商会的 女性精英组成的红色兵团 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双圈 是新经济 新的混型理念的女性双圈 红色兵团与女神战袍的合作 让珠母的女性共同变美 共同成长、共同创富 这也是红色兵团与女神战袍的共同使命 相信充满朝气和新基地 红色兵团与女神战袍的 并在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中 将显出无限睿智、新机和魅力 共同为珠母两地的经济融合作出贡献 并带领中小企业会员不断做大造强 努力将红色兵团与女神战袍打造成 受人尊敬、有知名度的品牌 华夏商会副会长肖俊邦致辞表示 珠海是一个非常适合红色兵团发展的地方 由华夏商会精英组成的红色兵团 是一个根角模范的精褥组成 将带动珠澳两地经济共同发展 其间举行授牌仪式 与神战袍、珠海大富贵、圆满成功 耶!